大部分人知道无聊员以这种催不拉朽之事来吊打的传统企业 他们以web3的思维来降维打击web2的企业 那你说web2的企业面对web3的时候就要甘拜下风了吗 那也不全是 我是华晓二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微软硬钢元宇宙地产 NFT WORDS大世界 在7月20号的时候呢 微软的旗下游戏我的世界 发布了一个新闻稿 就是Minecraft and NFTS 文章一出呢 NFT WORDS的价格是应声下跌 直接出现了一种矫展的情况 价格呢一度下跌到0.6个以太坊以下 要知道几个月前呢 NFT WORDS这个地板价呢 还在15个以太坊 那我的世界发布的文章和NFT WORDS又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呢 NFT WORDS呢 是在2021年10月份发授的一个NFT的地产项 开始它都是这种免费铸造的 与Dissendland和Thandbox不同 NFT WORDS呢 它的土地有这种地理属性 就是有山有海有矿山 资源不同它的价格当然也不仅相同了 其次呢 Dissendland和Thandbox的不同是 NFT WORDS呢 它没有这种编辑器 就是一张空的概念地图 上面没有办法完成这种建筑的搭建和游戏规则的设计 于是呢 他们便利用了就是我的世界 成熟的开源游戏生态系统启动了他们的项目 要知道这个我的世界呢 有一套大家习惯使用的游戏控制和世界互动的方式 有超过一亿的玩家能够熟练使用 用这个Minecraft的客户端和这个World Edit MCEDIT这个程序简单而强大的世界构建工具呢 他们就可以在NFT WORDS上轻松的搭建自己的元宇宙世界了 加上这个NFT WORDS呢 有这种代币系统就是WRLD 用户可以快速的实现这种P2E 实现这种创作的收益 这就很快实现了这个温道超值 NFT WORDS呢 这个地板价迅速都飙到了十个以太坊以上 远远高于这个Dissendland和Thandbox 这点呢 就违背了我的世界的金融理念 直接发信用稿说为了确保Minecraft玩家 拥有安全和良好的体验 区块链技术公司呢 不得集成我的世界的客户端和服务器 应用程序中去 也不得用于创建任何与游戏相关的NFT 包括世界皮肤角色物品和其他模型 这对NFT WORDS来说就是附近抽薪啊 没有了创作工具还玩个毛线 这不就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吗 第一块的价格呢 也是硬生下跌 直接出现了矫盏 虽然NFT WORDS呢 宣布他们自己要做编辑器 但是这不是动动嘴唇就能吹出来的 Thandbox的Alpha版本呢 这个也是搞了好多年才研发出来的 所以呢 打铁还许自身的硬 不管是Web2或者是Web3的企业 不掌握核心科技呢 迟早是被卡脖子的 我是华晓二 点赞关注 了解NFT和元宇宙的相关信息